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伯伦希尔魔法学院 我是魔药学科目的教授 学校待遇很好 学生们看起来也很喜欢我 一切都很顺利 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成续所魔法学院 而我完全不会魔法 我该怎么办 今天是我大学毕业的日子 接下来要正式步入社会 大家都找到了好的工作 可我 我要进入世界五百强的大企业工作 出入社会还是不能要求太高啊 我至少要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 注意好 吃起码 Sut变 要先解决温饱问题啊 哟哟哟 哟哟 哟 ca 哟哟 哟哟 哟 哟哟 哟哟哟 这是 这 这是 问剑 你的事会不会爆炸啊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什么 这种桥段莫非是 来自一世界的超能力美少女 你干嘛老大爷 你别这样 是你自己掉下来的 我才刚逼 工作也没着落 身无分文 你和我也没用啊 这是魔术吗 您没事吧 您是从哪里来的 这里是哪儿 我是谁 干嘛要解个失忆老头回家 别别别别别 千万不要传送更多的一世界老头给我啊 还是赶紧从她的东西里面找到线索 送她回去吧 不错不错 做工讲究 手感也很独特 信件 这是什么标志 为了伯伦歇尔的荣耀 你就是新来的魔妖科教授吧 我 我是 魔妖教授 什么呀 这里是哪里 这 我们等你很久了 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你好 你好 我是这里的校长 校长 这里是 学校 太好了 不需要我带课了 来吧 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欢迎来到伯伦歇尔魔法学院 这 这是真正的一世界魔法学院 我不是在做梦吧 等等 刚才他们好像 说我是教授 不要教授 你先上课 等等老先生 我想这是一个误会 您先听我说 没时间了 有什么问题呀 下课再说 上课 我是 教授 大家好 我是小兰 是你们的 什么来着 是你们的 魔妖科教授 这些小孩子都是真正的魔法师啊 我这么骗人 马上就会被发现了吧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 等等 我可是有那么多次 差点就成功的面试实战经验 不管怎么样 这也是一次工作的机会 我不能轻易放弃 各位同学 不要小看魔药学 来到未知的魔法学院 成为一名魔法老师 但我什么都不会 各位 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 怎么可能教魔法呢 这些小孩子都是真正的魔法师啊 我这么骗人 马上就会被发现了吧 不管怎样 这也是一次工作的机会 我不能轻易放弃 各位同学 不要小看魔药学 当你真正掌握了魔药学之后 这 你就会发现 它不仅能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还会感受到 它也是一门很美 很精妙的艺术 由于这是新学期 我还不认识各位同学 因此 请每个人上来做个自我介绍 还要讲讲你对魔药学的理解 讲得好的同学 我可能还会加分哦 金老师感觉好严格呀 是啊 讲什么好呢 首先是白锦同学 在 大家 大家 嗯 没事的 放轻松 你可以的 嗯 我爸爸是研究魔法植物的 所以 我从小对魔药也有一点了解 谢谢大家 嗯 嗯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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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 赶紧下课吧 快点就好了 大家好 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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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成功第一节课了 南教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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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课没布置作业 太好了 新人 你表现不错嘛 校长 多谢校长 早就听闻你在魔药方面剑术不小 你能来是我的荣幸 总之我很期待你在我校的表现 年轻人 下一堂课是后天哦 我会努力的 哦 虽然糊弄过了第一堂课 但是总不能一直这样糊弄下去 我得先想办法回家才行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那 小头 他偷了魔药老师的东西 魔药是什么 我为你感到羞耻 你这个骗子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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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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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绝对不能被他们发现我是假冒的 但是后天就是下一堂课了 我还没找到回家的方法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要继续努力读 这都是些什么鬼材料啊 还要对药水念咒语 我完全不会啊 等等 看一下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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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图鉴上说的白眼草 嗯 谢谢你 我要去做试验了 希望你能让我拿走 哎 哎 好了可以回去了 新来的老师很活跃嘛 抱歉 忘了介绍自己 你好 我是教飞行课的小绿 教零三年 嗯 我是实习期长三年半 喜欢课 不是 嗯 嗯 喜欢研究个 也不是 真不愧是想遇世界的魔药教授 还保持着孩童一般的好奇心 我 我想找回一些童心 好让我的课更有趣味性 嗯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原来仁慈 果然我想的没错 好 今天 我们就正式开始学魔药学了 大家都好好预习了吗 准备好了 原来仁慈 今天要学的是开心药剂 是一种非常初级 调配也很简单的药剂 那么 我现在想教大家一点 课本上没有的知识 这四瓶中 只有一瓶是真正的白烟草灰烬 你们能分辨出来吗 那么我今天教大家一种 简单的辨认方法 可以检验出成分的对错 这样有人偷偷调坏你的粉末时 就能救你一命 那么 哪一种才是白烟草灰烬呢 第二种 燃烧白烟草会产生紫色的火焰 嗯 正确 怎么做到的 怎么做到的 我在家里见过 怎么做到的 我也想学 接下来 请你们自己照着课本上的说明配样 只要认真看了书 就不可能制作失败 可以 做不出的人不许走哦 原来咒语和魔法是这样的嘛 啊 蓝教授 我 就算你在一件事上可以单打独斗 也不可能一个人应付所有的问题 看看你们身边的朋友和老师 大家发挥团队精神吧 小亚麻 谢谢你的帮忙 没关系 让我们一起开始吧 蓝教授 我配好药水了 请看 太好了啦 我们成功啦 大家来到学校要学习的 不只是个人知识的积累 还有团队的能力哦 不愧是蓝教授 说得好有道理啊 还好还好 幸亏他们只是小孩子 不管啦 先找一下有没有回家的方法 还是没有找到回去现实世界的方法 只能先努力演下去了 我的想法是对的 虽然我不会魔法 但是调制魔药的一些步骤 可以依靠普通的化学反应完成 只要我多花时间备课 就不会穿棒 我下一刻会用到鬼火蛇的尾巴 不知道是不是萤火虫一样的生物冷光啊 为什么我教学的内容都是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 好高啊 小兰 小兰 是你 又见面了 请问你在干什么 一点业余爱好 你的教学方式很特别 我们很多老师格外关注你 是这样吗 你没事吧 小兰你是讲庄书上的鬼火蛇吗 飞上去不就好了吗 我我我我 我知道了 原来小兰你 糟了 搞不好要穿帮了 你不擅长骑扫帚吧 对对对 我不太擅长骑扫帚 飞行课上也有不少人都不擅长这个 不稀奇 飞行译 等一下 比起扫帚 虽然速度略行一筹 但更稳定也更灵活 稍加适应 就能空中漫步 去吧 小兰 是坏了吗 难道 难道 你以为我不会魔法 我想 可能是这副飞行翼出了点问题 这样啊 我先帮你把蛇捉下来吧 好 幸好小绿出现了 不然我就算能爬到树顶 也一定会被鬼火石给干掉的 好 好 谢谢 小兰 回去路上 注意安全哦 我先走了 再见 改天送你一副新的飞车道具 对 接下来就看我的了 这就是鬼火蛇所发的光 这不过是纸类和固氧化精 发生的氧化还原反应了 再见 小兰 校长还真是准时出场啊 校长好 小绿 给你 果然这副哪用 我还是第一次用飞行翼 太感谢你了 没什么 飞一下试试吧 你 那个 你要怎么 像走路那样迈步就行 我 多练练就好 小兰 你还挺灵活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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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 我 我 好 小绿 这段时间多亏有你帮忙 我才能更好地展开工作 找到了 你太愁 好 好 好 完成了 速成冰淇淋 太神奇了 既然没用冰雪魔法 就做出了冰淇淋 因为你太重受到惊吓 会吐出干冰啊 我在教学方面 真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好 我走了 去吧 这是小绿 我和小绿 应该是好朋友了吧 也许可以向她打听 你 小绿 你 你 你知不知道 怎样才能到非魔法世界去啊 嗯 知道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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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特快列车就行 每天都有车次 哦 那就可以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回吗 耶 终于可以回家了 哦 对了 记得带魔杖 登车实惠检查 诶 魔杖 我没有魔杖了 诶 要带魔杖吗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别的办法 坐车太花时间了 有没有 比如一摸到就能让人瞬间移动的物体 瞬间移动 嗯 类似学院寄给我们的聘用通知信吗 哦 对对 原来那封信是这个用通吗 嗯 据我所知 并没有公用的来往于两个世界的传送点 诶 没有吗 魔法师凭空出现在非魔法世界是很危险的吧 是我在图书馆找材料的时候看到的故事 有人在那边的世界触摸了这封信 然后就被传送到了我们的世界来了 也难怪 小兰 你是学员特招来的 一定没有看过我们的招聘启示 那封信是一个定点传送器 只要双手持信 让萧辉正对自己 念出为了伯伦希尔的荣耀 就会立刻移动到学院指定的地点 啊 那还有语音录返回的方法吗 当然 只要像之前一样 再用一次 就能回到离开的地方了 就这么简单 不需要同时施魔法吗 不需要 语音口令激活就行了 我刚想起来 我还有点事 我先回宿舍啦 虽然魔法世界很不错 但我也没有乐不思蜀啊 那位老先生 才是真的魔药科教授 我得快点回去看看她怎么样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在单人宿舍干吗那么紧张啊 难道是传说中的敬香琴切 为了伯伦希尔的荣耀 这话真的好中二啊 感觉好难为情 没人听到也难以启齿 为 我为了伯伦希尔的荣耀 为了伯伦希尔的荣耀 是熟悉的味道 我真的回到自己的房间啦 你这是打扮是怎么回事 小兰 妈 儿子 你可回来了 我妈以为你失踪了 我 我被外地一所学校聘去当老师了 那边叫我马上过去 所以就忘了跟你们说一声了 那你到我那儿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好了 儿子有工作了 我就挺高兴的 你这身打扮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工作服 倒是 倒是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还想问问你呢 儿子 恭喜你毕业呀 我买了你最爱吃的菜 所以 他醒过来之后 就记住在家里了 这个老爷子一问三不知 我们也找不到认识他的人 呃 其实 他是那个学校派来招聘我的工作人员 不过他来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头 失忆了 所以我才让他先住在家里了 我就知道 他和你失踪有关系 所以才没有把他送走 学校委托我在老人好起来之前 先照顾他一段时间 现在他好多了 还主动帮家里干活呢 不过 那毕竟是你的房间 快进去帮忙吧 遵命 母亲大人 您好 您好 我有些事想请教您 您看 这件衣服您有印象吗 嗯 这个呢 您知道吗 为了 伯伦希尔 您还记得魔法世界吗 嗯 嗯 年轻人 您在说什么呀 魔法呀 你会不会魔法 你怎么感觉比我还有病啊 看来他真的没有回复记忆 本来还想问一下他为什么会来到这儿 哎 既然魔法老头啥都不记得 我也回不去魔法世界了 在这儿享受人生和家庭就好了 在这里找不到工作 自己的人生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真是痛苦 而在异世界 学生们期待我 崇拜我 好 老师和校长对我也很信赖 我要 再次回去当老师 我的知识 绝对能让魔法世界大开眼界 你的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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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是网络更方便啊 既然能往返于两个世界之间了 我可有好多事想做呢 为了伯伦希尔的荣耀 魔法世界 这一次 我可是有备而来 KH是指 显微镜 一夜枪 分析天平 我爱你们 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现代科技的力量 如果全班每个人都能在二十分钟内 配好闪光粉 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会讲些特别内容 这里的咒语要这么念 太谢谢了 是龙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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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空气流动 接下来就到我大写伸手的时候了 前排的同学靠后一点点 做好心理准备 看 打老之蛇 实在是黑魔法 别慌 蓝教授不可能是那种人 这是流行画狗受热分解了 如果我们刚刚没有通风的话 就全都中毒了 如果有我在 大家不用怕 这魔法 真是大开眼界啊 比书上面的有意思多了 精彩的还在后面 接下来我们来点轻松的 大家请注意看 变 变回来 再变 好厉害啊 这其实是点中反应了 接下来我们来个有趣的 大家仔细看哦 瞬间冰冻 其实是醋酸钠过饱和溶液的结晶了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这就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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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教授 您太厉害了 蓝教授 蓝教授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蓝教授 蓝教授 下一节课会叫什么呢 我们要准备什么呢 秘密 秘密 学生们不用我说都能自觉预习课本知识了 也积极讨论 看来我越来越受大家的认可 我回来的这个决定 看来没错 开门开门 请各位开一下门 来了来了 怎么了 抱歉 惊动各位了 这么热闹 发生什么事了 有老师被黑魔法袭击了 现在整个学院都疯起来了 黑魔法袭击 受害者有两人 正躺在一屋室 那他们现在 目前虽然已经苏醒 但都不记得自己是谁 发生了什么 而且全部都会吐出一种生物 他们会从嘴里吐出青蛙吗 是 是的 不过这个细节只有我和医务室的老师知道 我特意叮嘱不要传出去 为什么你会知道 糟了 校长好像在怀疑我 那个 我以前好像听人说过 听谁说过 不 也可能是我看书看到的 黑魔法的书 不不不 当然不是 校内一直有传闻 说你能够使用黑魔法 但我一直是不愿相信的 感谢校长对我的信任 那我就不打扰各位查案了 哈哈哈哈 蓝教授 你开门让我看看 我并不是针对你 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们正在逐一检查美间宿舍 看看谁在和黑魔法打交道 如果打开门 校长一眼就能看到我的实验仪器 我的身份就露相了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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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止 何止 糟了 完了 完了 结束了 我要被学员扫地出门了 毫不甘心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校长 嗯 房间收拾得还挺整齐的 很好 很好 校长见笑了 嗯 等等 我 完了 我 我 完了 我 我 啊 我 啊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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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长 请听我解释 哦 哈哈哈哈 蓝教授 虽然宿舍有规定不允许饲养宠物 但魔法精灵可以例外 哦 有魔法的气息 不过并不邪恶 哦 抱歉 刚才我对你有一丝怀疑 现在没事了 我去检查下一间宿舍了 请早点休息 下掌慢走啊 快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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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我了 对了 嗯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 哦 刚才好险啊 那 谁 这里 小岚 嗯 嗯 晚上好 小绿 我能进去吗 在宿舍外面飞还是醒悟了点 啊 快进来 快进来 我一听说校长要挨间查房 就尽快赶来了 可是 你是怎么把我的房间 这是初级的障眼法 被查房时 很多人都会用这个法术 那校长 校长知道 不过他不在乎 他强大到 能直接感知黑魔法的气息 而气息 是很难遮掩的 那小绿你特意来帮我 就是说 我已经知道了 小绿 真是太感谢你了 小岚 小绿 你 实话告诉我 你把真正的魔药老师怎么了 啊 啊 啊 你听我说 这是个误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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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骗我了 我要听事实 你不会把我当成凶手了吧 我是无辜的 先不要这样用魔杖指着我好吗 我全都告诉你 事情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 魔药老师是第一个受害者 你只是意外碰到他 并意外被传送到这儿 嗯嗯 是的没错 如果凶手不是随机作案 那他选择魔药老师先下手 一定有原因 那就是 可能凶手和他有丝绸 也可能凶手的阴谋 别太发现 可能性很多 你相信我就好 你说什么 没没什么没什么 凶手已经袭击了三位老师 实力一定很强 小兰 你不会模仿 有空间消息 啊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嗯 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吧 嗯 嗯 嗯 这不是当时你教我飞行 没错 其实从我第一次借飞行翼给你 我就知道你不会魔法 嗯 飞行翼只有在感应到佩戴着魔法源的时候 才会伸出小翅膀产生福利 你戴上后没有任何反应 说明你没有任何魔法能量 可是 我后来明明乘着飞行翼飞起来了呀 我不想让你意识到我发现你身份 于是在里面镶嵌了魔法石 如电池一般可以释放魔法能量 好神奇 唉 这不是重点 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了 抱歉抱歉 可是你明明知道我的身份 今天校长来查房的时候 你还是帮了我 因为经过我的观察 我觉得你并不是坏人 我看到你对待这份工作的真挚态度 你去后山不怕危险收集魔法素材 对待学生提问和不懂也十分耐心 最重要的是 你上课时看着学生 点上那种幸福满足的笑容 知道真相后 还敢回来继续教学 唉 今天多亏你 我的身份才 才没曝光 我该怎么 怎么感谢你才好 这个简单 我想去你家 见见真正的魔药老师 可以吗 当然可以 稍等稍等 嘿嘿嘿嘿 那个 麻烦你千万别告诉我家人 我在魔法世界工作的事情好吗 我明白 放心吧 嘿嘿嘿 嘿嘿嘿 为了伯伦希尔的荣耀 这是 嘿嘿 老万 这是谁啊 哦 这是我的同事 我们正打算排练学校的表演节目 妈 我拜托你照顾的老爷子呢 在你卧室休息呢 谁啊 你的儿子 小绿 你打算怎么做 他是谁 您看 这个你还有印象吗 这张我试过了 没用的 谢谢你 年轻人啊 你们要搞什么 我会一些简单解除黑魔法的法术 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一定可以的 靠你了 你看 你 你 你 看来没效果 你 你 你 看来没效果 你 你 你知道吗 但我已经无计可施了 虽然连小绿也没办法呀 毕竟我只是一个飞行客老师 对高级魔法更精通的人 应该知道怎么救他 比如校长或者副校长 哦 为了博 等一下 怎么了 我们快去拜托他们来看看呀 不行 这件事暂时不能告诉别人 你是担心我吗 我相信只要我诚恳一些 对方也会像你一样理解我的 不 我刚担心的 是你的安全问题 现在凶手还没找到 查房也没发现可疑的人 这说明 凶手可能来自校外 也可能来自校内 某位隐藏了黑魔法气息的法术高强的人 现在还不好说 都有可能 我要再观察才能确认 哦 总之 我们不能打仓惊蛇 明白 好 好 好 同学请等一下 最近同学们的精力都不太集中 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大家还是很害怕 担心那件事 龙人们不来旁听 也是因为这个 我知道了 放心 教授会保护你们的 早点回去吧 注意安全 知道了 谢谢蓝教授 蓝教授再见 同学再见 蓝教授真让人爱心啊 是啊 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必须想想办法 让学生们的注意力 集中到学习上 到底隐藏的神秘人是谁呢 不行 我一定要把它揪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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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没人再遭到袭击 看来是我们过度紧张了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嗯 嗯 今天一定要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希望能让他们振作 同学们 请把两种药剂放入盆里吧 嗯 我的铜笔开花了 真神奇啊 这是什么魔法啊 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魔法 同学们请静一静 现在 让我为大家展示一下 最叹为观止的魔法 请大家注意看 哦 哦 这叫银术反应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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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课越来越得心应手 来听魔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还有很多外校学生慕名而来 学院不得不限制了旁听习的数量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这样下去 我很快就会成为明星教师了 大家这么热情 小岚 你来一下 找我有事吗 魔妖老师最近情况怎么样 有好转吗 那个 我前两天回家看的时候 他还是老样子 明明我才是现在的魔妖课教授 小绿怎么还是惦记着那个老头 如果有变化 你记得告诉我 希望他近期会有所好转 我想问他一些事情 好的 如果那个老头好了 我的身份岂不是会被揭穿 没法留在这里了 我今天挺忙的 回头再说吧 等一下 小岚 化学世纪快用光了 确实很久没回家了 回去补充一下教学物资吧 这 儿子回来了 还以为你爸倒垃圾回来呢 我的魔障呢 我的信呢 这老头最近一直在找东西 家都变垃圾堆了 我们都放弃了 我们有问他 他就说我没法解释 你们不懂什么的 难道 他的记忆恢复了 反正 自从上次 你那个穿长袍的朋友 来看过他之后 他们都说什么了 我着急做饭就没管他们了 妈 那你到底有没有听见 他们说什么呀 快告诉我 这哪听得见呀 我没留意 但我记得当时屋里好像很亮 什么东西闪光来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了 看来他一定又试了别的魔法 难怪上次他问我老人近况 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他来过 还我阻止他吗 孩子 你见过一根这么长的布置棍子吗 没见过 我该怎么办 我要说出实情吗 那样的话 我都办没法继续认教了 那些赞美 都与我无关了 甚至 我还可能被说成是骗子 妈 这个老人 好像精神不太正常 你们要是觉得不对劲 就送去医院治疗吧 还有我的那个朋友 如果下次他再来 就不要让他进屋了 我跟他 关系也不是那么好 难怪小绿一直在追问我老人的近况 但小绿为什么要瞒着我回去 难道小绿希望他清醒后 赶我走吗 之前对我的好 都是假的吗 只是为了套出真相 难道他是妒忌我在学校的成就 看到老师和学生都很崇拜我 所以想赶我走 小绿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能再想下去了 我要睡觉 他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想 我不想离开这里 我看你 大家要注意这些虫子 虽然长得可爱 可是很容易就会跑掉 他肯定察觉到我在躲着他 也不想理我了 抓过来 看来他真的讨厌我了吧 蓝教授 你等等 蓝教授 我们都是外校慕名而来的教授 可以帮我们签名吗 别谦虚 蓝教授 刚刚的课我们都看了 真不愧是独树一帜的教学鬼才啊 我们都想要向你学习 没有了 可以当魔药科教授真好 原来这个咒语可以用这种方法替代成功 嗯 翻了这么多树才查到 如果小绿在的话 一定很简单就解决了 算了算了算了 真好喝啊 靠自己不也查出来了吗 糟了 太过要迟到了 各位教授 这一年辛苦了 今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 但是两位玉席的教授 恢复得很好 很快就能归队 因为大家的努力 邪恶势力的计划再次落空 感谢绿教授 研制出治疗的咒语 虽然幕后主谋还逍遥法外 但我们不能失落 没错啊 今年的校庆活动 我们要比往年更加隆重 请各位老师尽情发挥自己的专长 把学校布置成 能让学生开心玩耍的乐园吧 预祝校庆圆满成功 为了伯伦希尔的荣耀 是列教授 原来是他负责沟空的装饰 不愧是飞行课的老师 蓝教授 我们分到你这一组了 太开心了 我也要振作了 我有我的学生 我们也要努力 为清典做准备哦 下面我开始分配任务 一组由白锦负责 带着大家去制作舞台需要用的烟雾袋 二组由小亚麻负责 带着大家去制作礼花袋 继续 小亚麻负责 快 啊 我们是不是没说要粉色梨花呀 是 是我自己想做的 不小心就做多了 没事啦 男嘉尚 我们准备好了 快过来看一下 好好好 一个个来 大家别急 我都会去看的 好 能成为一个老师 被学生喜爱着 真是太好了 小岚 过来一下 小丽 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跟我来 我们好像有一阵子没说话了 你最近还好吗 小绿 你想说什么 小岚 我这次找你来 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看来小绿知道老人已经康复 我却不让他回来的事了 你要是觉得自己有什么事做的不对 就趁现在主动离开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关于我的事我全都告诉你了 是吗 那你把非魔法世界的物品带到这边来 到底是何居心 你不是早就知道吗 我只是不希望 自己的身份暴露而已 那时的我 以为小绿简直是全魔法世界 唯一理解我的人 此时此刻 我和他的距离 为何变得这么远呢 我就直话直说了 你要怎么解释炸药的事 什么炸药 你是说我让学生们做的礼花吗 别装傻 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什么炸药 真的 千真万确 信不信有你 搞了半天 小绿是因为别的事怀疑我 小岚 既然你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没做 那就叫给校长定夺吧 公知 校长 请所有的教职员 立刻到大厅集合 重复一遍 请所有的教职员 立刻到大厅集合 各位 很抱歉突然召集你们过来 事出有因 还请大家理解配合 前不久在校内秘密调查中 我们发现了一些神秘装置 被安装在教师宿舍的走廊案角里 经过检查 我们得知这些装置 在非魔法世界叫做炸药 每包炸药爆炸后的威力 都足以炸毁半个建筑物 和里面无辜的人命 原来小绿说的是这件事 虽然无法确定和教师预习是否有关联 但因为炸药是放置在教师宿舍内 说明凶手很可能就在我们中间 是 是 老师们 请安静 我并不想怀疑你们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凡请大家和我去魔法碑前 证明身份 我怀疑 有人假借身份 混进了学校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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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大家所见 如果你的身份是我校老师 是我亲自祭出聘用邀请函请到的那个人 上前触摸魔法杯后 杯子会亮起微光 如果你们之中有人是伪装者 那这个杯子就可以分别出来 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虽然我不知道炸药什么的 但这个杯子一定会戳闯我的身份 小绿知道这个检查 所以她刚刚提前一步来警告我 小岚 我这次找你来 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是觉得 自己有什么事做得不对 就趁现在主动离开吧 而我却对她的花枝若望温 我可真傻 现在就算我拒绝那个杯子 也只会让我的嫌疑更大 怎么办 怎么办 小绿对不起 我不该沉溺于虚名 不该居于这个不属于我的位置 我呈现了道歉 对每个人 如果小绿你感受到了 能不能帮帮我呢 小绿 你接下来 打算怎么办 校长命令我收拾好东西后 立刻离开学校 他会进一步搜集证据 然后再决定是否对我提出指控 炸药的事 真的和你无关 嗯 但是现在说这个 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要向你道歉 我不该怀疑你 看到你听校长说话时的表情 我就知道 凶手不是你 但 已经来不及了 不不不 该道歉的人是我 一切的一切 都是我的错 我根本没资格教别人 我只是个普通的人类毕业生 你不普通 学生们很喜欢你 你的课非常有趣 我 我也喜欢 谢谢你 小绿 对了 学生们知道我要走了吗 还不知道 校青马上就开始了 不想让他们在这个时候受到影响 是啊 没错 不知道也好 我还真不知道 该用什么表情 面对那些信赖我的孩子们 嗯 屋子剩下的东西 都不带了吗 不带了 各位师生 校庆活动即将开始 我送你去车站吧 不用不用 你快去参加校庆吧 学生们还在等你呢 帮我照顾好他们 嗯 谢谢你小绿 帮了我那么多 再见了 这个飞行器 你带走吧 做个纪念 嗯 那是孩子们做的里花蛋 效果真不错 我 就是 粉色有点太扎眼了 就算你在一件事上可以单打独斗 去吧 小蓝 因为校长不允许我带走魔法物品 我也不敢带走她 没想到 小绿特地拿给我 看来她原谅我了 可是 我再也回不去那段时光了 啊 难道 这是那个什么传说中的魔法节气 校庆计划有这一步吗 学生们没事吧 我刚才还说永远回不去了 看来要食言了 等等等 我想食言还食不了 可恶啊 好想进去看看 有什么办法吗 对了 这封信还给魔药老师之前 我就再用最后一次 对了 学生们现在应该都在大厅 大家可一定要平安无事啊 这 这里发生了什么 大家这是怎么了 同学们 你们怎么样了 同学 快醒醒 有人吗 我是蓝教授 有人在吗 是蓝教授吗 真的是你 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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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怎么了 大家都突然倒下了 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蓝教授 快救救大家吧 别慌别慌 我来了 白颈不哭啊 别怕 我在这里 你们慢慢把事情的经过 说给我听 宴会开始前 我们每个人 都获得了一杯特调饮料 我刚才都听厨师们在议论 这些饮料里加了开心药剂呢 那是不是可以试试蓝教授教的那个方法 白金 你是担心饮料里有毒吗 不是啦 难道有机会 学了就想试试吗 来 放电压那个去 生红色 怎么会这样 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 难道说颜料里有 好痛 好痛啊 超好晕啊 只为的同学们喝下喝就倒下了 然后 然后就只剩我们了 什么红色 居然对学生下毒 还有一件事蓝教授 刚刚大家倒下后不久 外面就传来了很刺耳的声音 接着 我们就发现自己没办法用魔法了 白金 小鸭麻 我有件事要交给你们 你说吧蓝教授 要我们做什么 小鸭麻和白金 出去找老师们过来 其他人在这里先保护好昏迷的同学 之后就跟老师们一起 把倒下的同学们带到宿舍躲起来 能做到吗 不愧是我的学生 那么 剩下的 就交给我吧 真没想到 竟然是你 校长 这里可是您的学校 到底是为什么 就像你说的 这里是我的学校 所以她的未来 由我决定 不结界 走 一群废物 是我疏忽了 校长不仅可以随意进出教神宿舍 他的房间也根本不会有人去查 但 我们为什么会放无数法术呢 这是魔法无效化结界 释放出的磁场会干扰法力凝聚 那为什么校长还可以试战法术 看到那块水晶了吗 校长正在从水晶里吸血流氧 水晶就是他的魔法来源 校长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知道这是什么吧 黑魔法结束 你想做什么 我研究了一辈子魔法 无论是什么秘点 禁术甚至黑魔法 统统不在话下 我最终才发现 低气魔法不过是无聊的拔戏 无聊的拔戏 魔法是有门槛的 而且越是强大的魔法 越需要苦学 有些人穷尽一生 可能连高级点的普通魔法 都无法学会 你们不觉得 这很不公平吗 天分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谁都无法改变 没错 这就是魔法的极限 真正的公平 真正的无限 不在这个世界 也不属于魔法 而是另一个世界所拥有的 名为科技的力量 在那个世界 只需要这样轻轻一按 会将一座城市化为焦土 这最厉害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没有门槛 无论是孩童还是老人 只要会按按钮 这么简单的动作 它就可以做到毁天灭地的事 盲目引进那种力量 只会自取灭亡 要是一切都被毁灭了 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种力量 需要一个管理者 他必须在掌控这种力量的同时 肩负起管理和引导人们的职责 而我 就是这个管理者 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需要效忠引领未来的管理者 还是跟着你们这可悲的旧世界一起 化为历史的尘埃 你再不是什么管理者 更不代表我们跟魔法世界的未来 与内的人 没有资格活在新世界 还是放心吧 何会让你们重生 成为我最忠实的奴苦 消灭异己 洗脑别人 甚至在当陷害小兰 你有什么资格 为此要引领未来 其实我很看好那个兰教授 毕竟他对科技的心得 可以为我所用 虽说有些可惜吧 但为了成就伟业 该舍弃棋子的时候 绝不能弃完 我说回来 要不是你 我的计划也不会遇到那么多麻烦 所以先给新世界的祭品 从你开始吧 放心吧 我会让你们成生的 成为我最忠实的奴仆 想给新世界的祭品 就从你开始吧 不用担心 我还没死呢 方神 巴尔教授 这不可能 为什么你在节界里还能飞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 居然还对学生们下毒手 根本不配做一校指掌 是兰教授 他怎么可以飞 对啊 他不是不会魔法吗 当初为小兰改造的飞行器 居然派上用场了 快提醒他 小兰 快想办法 让校长离开那块水晶 那是他的能量来源 哼 太晚了 刚才是你唯一的机会 解释 蓝教授 你无稽可成了 太夸张了吧 这简直是第一人 平常视角的VR弹幕袭击 比见我高超的图观技巧 并非难事 臭小子 流得你兔子还快 好 大概掌握了攻击节奏 现在 难道我反击了 好 居然是用小青的李花蛋 真是可爱 那 如果是这样的 受死吧 臭老头 这东西对我毫无威胁 根本都不能靠近我 快看 这是你制作的烟花啊 加油 小兰 雕虫小技 快看臣服于我吧 这都是无谓的挣扎 我带的李花蛋数量不多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小兰 快想办法 让校长离开那块水晶 那我 就只好试试看了 你一次扔一个也好 扔十个一百个也好 不会有任何区别 这又是什么 有物 好像没有毒 哼 既然你想玩 我就放陪到底 让我猜猜看 蓝教授会从哪边出来呢 蓝教授呢 快快臣服于我吧 这都是无谓的挣扎 发生了什么 看不到啊 小兰 等我抓住你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那你可要抓好了 你想干什么 快死 你瞎把你的老头 摩伦西尔的荣耀 消消失了 所以说 我的魔障 您在呢 我们真的送您去医院了 可是 我 别闹了 别闹了 为了摩伦西尔的荣耀 放开我 你这个变态 你看到了吗 刚才那位就是我的校长 我闹了 别闹了 你一定是没睡好 怎么出现幻觉了呢 快停下 我好运哪 他们在这儿 来了来了 我去害人 快 他们就在那边 快 快 快 小兰 坚持住 小兰 小兰 大家 兰教授 你醒了 您放心 大家都没事 都在外面呢 不行 我得去看看 你还不能下床 你还要休息一下 这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小绿呢 还是不行 我在这儿 你怎么不好好休息 现在我们无法使用法术 甚至没法让你尽快恢复 因为这块水晶吗 是的 我们试着用各种工具 都无法摧毁它 要不然 让我试试吧 水晶是二氧化硅的规则结晶体 硬度大 敲打不管用 但是皱冷易碎 嗯 完全听不懂 可以试试先用火烧 然后把干冰倒上去 孝庆做的应该还剩不少 哇 我们还是太依赖魔法了 嗯 一切都是我做的 魔药科教授会调制治疗药水 可以在第一个对他下属 好 看好了 大家都没事 看 魔药力量有费复了 好厉害 不愧是魔药科教授本尊 我完全没法比 魔药科教授真厉害 来 我宣布 从今天起 蓝教授就是我们魔法学院 正式的化学科教师了 妈 我回来了 阿姨好 你不是说你们关系不好吗 用不用妈妈找个理由 把她轰走啊 没事没事 其实我们的关系 也没有那么差了